好 我們今天第一堂課要討論 我的題目就是美國的一些基本精神 這個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討論 那基本我開始研究這個話題的角度 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我讀了美國那個高中 在那個馬洲 我們的高中好像 那個 離美國歷史還少兩三年這樣 他是很早就建立這個高中 我們以前的那個水蔣 那個兩代布希都是我們那個高中畢業的 因為你記得那個老布希 他爸爸好像什麼參議員或什麼 所以那些 我同學裡面 反正 反正 因為你知道在英文裡面什麼名字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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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普通 但是如果那個名字 那個姓 稍微特別的話 如果同學有那個姓 你問他他一定是 差不多是當事人 就是我 我一到水小 就是剛開始兩個禮拜 有個水長做輔導 他的 他的名字 他的姓叫 沙克 沙克 中文是沙克 英文是Soft 那我就問說 那個沙克疫苗的那個人跟你什麼關係 他就看我說 火爆 所以我們都是那種 我們同學都是那種 就是那種 除了我以外 都是很有名啊 很有身分啊 所以我剛好跟他們 跟他們在一起 那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 我那個時候 我在高中也 也學到 就是說 他們 他們那個同學 他 又說很好玩 他會 他會給我介紹 我找的時候 我給你介紹一個同學 去介紹這個同學 幾個人 坐在那 然後那個同學在討論什麼話 他討論討論討論 討論一個小時 嘲嘲不覺 後來那個同學問我說 你聽懂他講什麼 我說 我聽不太懂耶 我聽不太懂 他說 對 你 他是屬於六天才級 他講的 你沒辦法聽懂 為什麼 你沒有做筆記 你沒有做筆記 然後 他這個天才級 他同一個話題 他從五六個不同的角度 同時討論 所以你必須做筆記錄 然後把他回答 但是他說 我跟你保證 你聽他講一個話題 一個小時 比你去都書館 一禮拜有用 這個是 這種很奇怪的經驗 我們有一些那個 所以 等到我開始接觸到 這個台灣問題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 我看很多人在討論那個台灣問題 我就很自然就開始把 回答 很多人講的話 有他的價值 但是他是從某一個角度來談嘛 所以你要看 你用什麼角度來談這個問題 你能不能解開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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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沒有看到人家把它整個列出來 OK 台灣是 面對所有這樣的情形 譬如說 國際上沒有身份了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國際上沒有身份 甚至於人家認為他不存在 他被 他好像符合 國家的認定 但是又被聯合國提出去 怎麼樣 所有的這些東西 列出來說 到底台灣 或是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的身份是什麼 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有沒有發覺 沒有人 除了我跟 聯合國是韓國的團隊 沒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大家都是說 喔被聯合國提出去 喔 不爭不義 有沒有 喔被國際社會排除 喔 這個 太不尊重 啊這個 什麼事情都是 藉口藉口藉口 而不看問題 本身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早在 2009的那個 9月 我們就有那個聲明 我們2009的那個聲明 有一個聲明 我們法理建國會開會的時候 有個 有個三四十條的聲明 就把整個台灣歷史 法官條約到現在 都都講得很清楚 然後大家說 對 這個是我們的結識 大家簽名 那個那個網路上 對 那個也就是 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你看 所有的流程都到現在 就一定會有這樣的結果 對不對 對不對 啊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 這個領土 他是沒有 沒有過後 給 這個現在在這裡 在所謂執政的這個 中華美國 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那大家 要有各種 呃 說法 當作一個 煙霧蛋 來把這個事情 淡化有沒有 但是實際上 事實就是事實 你看 以前有人 以前有朋友在馬英九 是當做那個 市長的時候 就有寫給他說 呃 他就說 我不能講得太清楚 因為這個 我朋友的問題 比較敏感 但是 簡單的說 我朋友在台北 他住在這塊地 六十年 那沒有所有傳狀 但是他改房子 什麼什麼 所以 是不是就可以當作 繼承他的所有權 那馬英九 就說 沒有這回事啊 有法無據啊 啊 不是拿這封信 說 你一樣耶 對不對 你在這六十年 你沒有所有權 就是沒有所有權 不會 不會什麼 主見 演變成 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 國際上 沒有這樣的論述啊 那個全部 是他們的煙霧蛋 對不對 所以 從這裡 我們就回到 他的基本問題 那到底台灣是什麼 啊 到底中國民國是什麼 我要從這裡 我們要談到 呃 最基層是什麼 呃 國家 或是一個國家 一個團隊 他怎麼樣 為這個領土 產生 最基層是什麼 管轄權 他就是一個管轄權 那從這裡你要 你要從管轄權開始 像那個 嗯 我曾經問那個化學師 我說我有 我有 我有兩個 兩個H一個O 兩個青一個羊 放在一個容器 我就可以喝了 他說no 我說H2O不是水嗎 他說no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把它 融在一起 它還不是水 你要有一個東西 給它融在一起 平常我們用火 火才會有一個反應 啪 H2O才變成水 哦 我外海我不懂 那這些人 認為說 好像 表面台灣 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有所有需要的因素 有人口 有政府 好像有個政府 好像有 有外交權 好像有 有 有這些 領土 有這些因素 好像都有 欸 我們就是一個國家 我們都會 宣布 對不對 是這樣嗎 目前 國際社會 不認為是這樣 那為什麼 國際社會 不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會到 我們倒過來 我們會到時候 怎麼樣 有管轄權 好 那美國 美國跑到 伊拉克 美國 進來伊拉克的時候 那 伊拉克港口 有教養還是有 有金有出嘛 因為它是 生產油的國家 它還是有金有出 有其他的 海關的事務還在做 美國 美國侵占 美國進入伊拉克的時候 那是那個 血在管 是伊拉克政府嗎 他們都跑光了 至少他的官員跑光 他上面的官員跑光 這個公務人員 是不是還在那裡 還在辦公 那血在管 那美軍在管 那你繼續上班 對不對 你繼續做 所以你從這裡很簡單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點 所謂佔領的一個模式 它產生管轄權 然後它也可以叫這些人 好 你繼續做 反正只要有 不要危害我軍方的利益的事 你都可以做 我也不會干涉你 對不對 那你有問題你提出來 OK 所以管轄權 所以我們要談到 這種軍事行為 有管轄權 那我們就回到一個 一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 探討 那我們都知道是 但是 在 所謂中華民國的這個 歷史書裡面 是 這個 國民黨軍來到台灣 接受投降 所以他說 這個是軍事行為 然後我有管轄權 哦 等一下 在這個稍微前面 好幾年 是美國在轟炸台灣 那個歷史書上 日本的歷史書 其他的歷史書 他們像 他們是什麼 他們 日本人的歷史書 我想美國投降 你是代表美國 美國而已啊 他們的感覺是 我向美國投降 但在 長期廣告是 美國把它毀掉的時候 那你還要繼續嗎 對不對 你要繼續 我堂庫裡面還有啊 我還有原子彈 我還可以繼續 我們年度全部繼續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人家談 麻關條約的那個結果 也是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結果 就說 我被強迫去簽那個約 但你自己要做一個決定 你要簽他 你就繼續 繼續的結果是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 繼續的結果可能 你日本以後就不損在 對不對 那在 中二戰戰的時候 繼續的時候 可能你中國就不損在 所以你要簽 還是不要簽 那個決定在你 你做了決定 你也不能返回啊 OK 因為從有人類以來就是有戰爭 不同的部落都是在打 那後來 像林博士昨天講的 大概是在那個 那波倫時代1820年代以後 這個國際法就有一些重整 幾千年來 這個就有一些重整 就是說 這種 馬上宣布 我簽約這個領土 馬上宣布這個領土 是我的這實在是野蠻行為 不符合我現在文明人類的一個作為 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這個做法 OK 所以 就像說 我們 我們的政府 我們一般國家的政府 是分為司法 立法 行政 這個觀念是什麼來的 是一個法國人提出來的 在那個法國革命那個時候 是一個法國人提出來的 這樣一個結構 後來大家就用這個結構 那那個孫中山他有一點不同的idea 對不對 但是我們民政府 如果是執政 我們也是會叫三 三船分離 對不對 這是一般國家所用 這個是人家的構想 在那波倫 早五十年 人家也是提出這樣的一本書 馬上也談那個領土 所有船 碗下船所有這個東西 還有國際法 他也是提到說 這樣子侵略那個國家 兵頓他的領土 摸收他的人民 這是在太別人的 對不對 不符合人類的做法 所以我們要有新的做法 所以 這個領土的國父呢 憑 條約 啊這個進入別人的領土 軍 軍事控板 那個是叫做佔領 OK 然後就像 昨天林博士給我們講 佔領 不屋一轉主權 OK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 在美國行程的時候 美國宣布獨立是1776年 7月4號 那個時候他不是獨立 他就是宣布獨立 對不對 就像一個孩子 對不對 他宣布獨立 但是 他還是希望靠家裡很多的東西來用 但是美國他是殖民地 他有這麼多豐富的資產他可以用 那名義上好像那個是屬於英國 但是美國才買 美國那個13個殖民地在用 所以他就繼續打打打 所以 他歷史的記載好像是 1784年 8年後 元月14 應該叫做什麼 那個應該叫做美國國慶 就是 英國承認 那個僑越生效 英國說 OK 美國獨立了 這樣 13個州就獨立為一個 那 這個就是這樣開始 所以 1784年 其實那個時候 已經有那個佔領的觀念 他已經有那個觀念 美國跟英國的那個戰爭 他也談到 英國軍區佔領美國某些港口 英國軍區佔領某些港口 然後 接下來1812年 1812年 美國跟英國 又產生一些戰爭行為 美國的一些海港也是被英軍佔領 那個時候 1812年 那個時候 後來 美國大法官有判決 那個判決 很有意思 才兩三頁 他就談到 當地人民 那個在今天我們所謂的 Main 那個州 比馬州還北變 Main的一個黨 叫做什麼Casteen 他那個被英軍佔領 那那個判決 好像叫做United States Versus Rights 他有提到 當地人 聽從英軍的命令 要產生什麼樣的關係 是不是去賣國家 什麼種種種種 No 他 你在被戰爭的時候 有那種 在此效忠的那個義務啊 然後 然後 英軍 那些東西 他的命令 你遵守 怎麼樣怎麼樣 No 你不是辦法 因為那個全是到戰爭法 所以 從那個判決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出戶的規範 那個判決比較短 但是他值得去研究 然後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了解 美國精神也是 對那個國際法也是很重視 中國因為歷史太久 所以他什麼事情都是回到 他的思考可能還停留在元朝還是唐朝 所以 你看 蔣介石的思維就是 戰地為王 他反而是這個想法 對不對 如果 如果 有戰地為王 我跟你講 韓國今天是屬於誰 伊拉克是屬於誰的 對不對 那完全不一樣 所以 美國那個基本精神 是那個國際法的融入 都已經很徹底 所以 這個是 而且 美國的基本精神 從 美國有那個判決 就像我這樣子 我這樣的人 我皮膚比較白 然後 大家看得到我是洋人 這樣的 一個 情形 在這國家 會變成 一個問題 會變成一個疑問說 我到底是不是人 因為我不知道我美國 那我來到一個所謂外國的地區 我到底是不是人 那麼這方面 美國 本來就有認識 但是到 他差不多 1878年左右 所以 今天差不多 今天差不多 有130多年 那時候就有 明確的判決 是說 這個 外國人 在我境內 他有什麼樣的傳遞義務 包括 憲法的保障 有哪些 那到今天為止 中華美國 沒有這樣的判決 我們到任何行政機關來說 憲法保證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你不是這裡的人 因為我做過這個問題 我們在立法院的公平會 我說憲法 你的憲法寫的是人民 不是公民 你要不要再看字 他不是寫公民有什麼權利 他寫的是人民 你要說我不是人民 我這裡有醫生可以證明我是人民 所以你這個說法是狗屁不通 他不理你你怎麼樣 台灣的行政機關說你不是人民 你就是不是人民 所以 最近你就是看到了 最近你就是看到了 那個 日本人不是回來啊 他就說 反核 警政署 移民署馬上跳出來說 你不能反核 你是觀光簽證啊 這個時候 我們 在這裡的美國人 馬上要跳出來講一句話 你台灣人 台灣人去美國 聯合國遊行 你台灣人去美國 白共遊行 推不起 不可以 違反居留目的 違反觀光目的啊 麻煩你移民署 也通知你所有的人 你去美國 也不能有這種行為 有沒有看到 方向標準嗎 他的人去各國 遊行抗議 可以 別人來這裡 喔馬上 就制止 所以你看 你可以從這裡看到 基本精神的不同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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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就是說 你沒有拿刀 你沒有拿槍 還說你在推翻 這樣 在美國覺得是笑話 但是 多少年在台灣的 白色恐怖 隨便一句 都認為你有那個意圖 這種言論自由的解釋 我們是覺得沒有什麼 人權保障的 那今天中國也差不多這樣 對不對 講什麼 連那些律師講 要憲法的權利 還是被公安抓住了 那個 那個就是另外一個可怕的現場 所以 這個美國的基本精神 從這裡 這個國際法的這些 包括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高中 我們是 我們這個 馬州的那個 私立的一個高中 他的說 我們從 美國憲法看 美國歷史 這樣 我們從美國憲法 就看美國歷史 所以當然 這個殖民時代 就比較沒有特別強調 而就是 美國憲法 1787年 那個 生效以後 就是美國 照理說是 1784年 原來是 那個 獨立 那個 和平交約生效 那隔了幾年 他們也離定那個憲法 這樣 然後從後 什麼 往後面什麼事情 都按照那個憲法 然後他們按照那個憲法 就選 華盛頓做 第一任的那個總統 那他做了 巴尼 OK 所以 到今天他們有個觀念說 我們做什麼事情 都是應該按照那個憲法來做 所以 你要知道 美國做什麼事情 一個方式就是 從憲法去斬 為什麼他在做 那 那一般人看那個憲法才 才幾月而已 如果你可以消化那個 稍微有一點 骨味的這個 英文的話 如果你可以消化 你看完以後 你會說 那很多事情沒有講 那這個就回到 美國的基本軍事 有一個派局 二三十年吧 那個墮胎 那個墮胎 那個 那個判決 大法官的判決 哇 那個很值得看 為什麼 美國的司法學者 接近大法官來討論 以憲法的角度 墮胎是應該合法或是違 哇 他的司法用的邏輯 是很 徹底 然後很 哇 你自己看 現在反而是說 更多才一致 沒有提 什麼關係都沒有 但是他們不是這樣看 哇 他的分析很正 他分析到美國以前的歷史 他分析到某些法案 那個美國國會曾經有談過 然後 女人 對自己身體的那個 傳遞到什麼程度啊 什麼什麼 怕分析一代一代的那種情形 哇 那個派局 我看起來是很精彩的 然後最後他們的結論 完全基於憲法為突發點 但是一般人會覺得說 憲法根本沒有提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 所以 這個也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們從這個基本結構 我們可以談到任何事情 定證據點 所以在台灣 也就是這個流亡 中和民國體系 你常常 常常有這個感覺 因為我早年在做人權的一些 一些東西 我 我跟一些那個弱勢團體 我們做很多那個 蘇聯 新政訴訟 那我就知道很多弱勢團體 包括 那個 在台灣的有一些人 以前無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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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現在比較少 為什麼以前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是 在亞洲裡面 在亞洲的一個算是 是社會進步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所謂國度 中和民國 在台灣 在韓國 才 把這個 國際法 改為 父母雙性主義 在美國 根本 我現在 接近60歲 我沒有什麼記憶 男的女的 不平等的地方 我在法律上 我沒有這個記憶 我是來到台灣以後 我才聽人家在講 哇 那一對夫妻 生了兩個女兒 哇 這糟糕啊 怎麼辦 我說美國 沒有聽過這樣說 沒有聽過這樣說 我本來 就覺得 就像那個財產 我爸爸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姐姐一份 我弟弟一份 我一份 就知道 怎麼會有不同的安排 那我姐姐結婚的時候 送他一些國盤 送他一些什麼東西 他用什麼樣 然後 就是台灣人說 他家裝已經拿走了 什麼那些 我不知道 但是我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消息 所以 所以在 在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真的是 從這裡看到很多 很多那個 很多那個基本的 很多那個基本的精神 我們 我們要從 從這個 出發點 要了解他們 他們怎麼做事 所以從 男女平等 和這個 這個 落差的問題 我們怎麼解釋 那回到台灣 我們這個 無國籍的人 我們 這個人要拘留權 我跟他打 我們 我們做一個比較 比較容易了解 美國的精神災難 所以 我們到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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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 我們到那個 行政法院 啊 這個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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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國籍的 這個人 不太會整化 他是因為 這 我認識的這個 住在台中 他來台灣很久很久 他原來 馬來西亞的護照 也都過期 然後 過期他也不能回去 然後好像 他爸爸媽媽那邊 碰到一些 呃 被 被追的什麼 災族那些 反正他不要回去嘛 所以 留在台灣 那是他的簽證 的過期 所以很多很多的問題 碰到今天 他沒有什麼有效的身份 出境也不可以 居留也可以 不可以 這樣的情形 這樣在台灣齁 為什麼報紙沒有簽 因為不是新聞 這種事情很多很多 啊 所以 我們去打官司 啊 那個法官也跟那個 警政署官員都說 你必須給他一條路嘛 啊 那警政署就是說 與法無據嘛 那這個 對不起我提出來 跟美國精神 基本的想法不一樣 NO 法條是這樣子 你必須有個合理的解釋 剛剛不是提到 墮胎問題嗎 那 那法官 如果要光你薪水 他也可以這樣說 沒有依據啊 無法判啊 就不會了 那 社會就亂下去嘛 因為社會就是要答案嘛 你繼續答嘛 那有的人打得很激烈 用炸彈去炸掉那個落胎中心嘛 那這些所有人會聽到警察說 我怎麼執行 沒有沒有法律依據嘛 說YES也沒理 說NO也沒理 所以這樣你社會 沒有辦法下去 你要有一個決定 就是那個結構 如果移民法沒有 沒有 沒有一個說法 你再往上完 你回到你憲法的基本精神 那台灣憲法 中國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 這個人不是人 那怎麼做事呢 所以他如果事情卡在那裡 所以警政署說 無法無據 所以美國的司法的觀念 是所有的問題 就可以用這個法來討論 所有的問題 就可以用這個法來討論 台灣 這個在中國 美國他們的思考說 沒有明確的定出來 沒有辦法 這個思考基本上 是社會沒有辦法運作的根源嘛 所以你回到什麼司改會 或是什麼 你如果不改這種基本的想法 沒有辦法 你再打掉所有司法改革基金會 要求的那個司法改革 全部白布擺給你 我跟你講 你還是離所謂文明的國家 還查了十萬八千 沒有用 因為他的思考 本身沒有用 那每一個人可以講 他的一些故事啊 每一個人可以講 裡面一些故事 我不要 我不要 這個以前 羅馬在辯論的時候 他就會 羅馬人在辯論的時候 他就會說 他說我今天我有這個立場 然後我的對手有這個立場 我的對手的立場對不對 我不要提到他三年前 偽造文書 被關了三年 我不要提到 他小時候 跟他女朋友 他們有 因為女的懷孕 他們墮胎後來那個女的自殺 對於他的人格破產 這個我不要提 不是提了嗎 對 一個辯論的技巧 所以 我今天也是一樣 我不要提到 我看了在東武大學 都有學生 都有學生 來跟他講 老師可不可以 你跟我一些輔導 他們在咖啡館碰面 他說我要跟這個 這個 我是已經快畢業 我要跟這個男人結婚 這個男人有很好的工作 他是在警政處於誰的身材性 我們想 這樣子很好下去 問題是他不想做了 為什麼他不想做了 因為長官一直在叫他 串白那個證據 一直在告他 調包做這些東西 他很不舒服 這個我不要提 我今天不是要來講這個 我只講到一個基本的觀念 這個司法的觀念 這個我在幫弱勢團體 做義務的訴訟輔導 在台灣 我做了很多年 後來有一個老先生跟我講一句話 突然把我敲起 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他說 你美國人認為是三權分離 在台灣 我們還有一個檢察權 那個考試團 那個這樣子不談 你認為三權分離 但是我告訴你何先生 在台灣了不起2.5 沒有三 2.5 他說你去看那個 那個 那個 行政法院的那些判決 你去 你去花幾天去讀很多個 什麼時候那個行政法院 推翻那個行政機關的認定 很少 如果有疑問的時候 他們都會傾向那個行政機關 在你看起來 欸奇怪 於法無據 很清楚欸 行政機關的做法 行政機關的認定 於法無據 但是法官還是判給他們呢 所以很簡單嘛 2.5分離嘛 所以 你這個案子還沒提金書了 所以這個由是回到一個 基本的 基本的思考方式的不同 啊美國三權分離是三權分離 所以 所以 連那個 歐巴馬如果要請那個大法官去執犯 我給你保證 他不會去 他不會去 這個還得了 貪貪見了 私下要溝通 溝通什麼 我 我辦法是 想一想有 有美國憲法 我還需要跟你總統溝通什麼 不需要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又是回到這個 基本精神的一個很大的照片 那 再來我們看到 既然是 美國憲法在後面運作 所以 這個馬卡爾瑀他做事情 其實昨天林博士也講到了 是那個都魯門 簽署的一半命令第一號 馬卡爾瑀帶到日本的東京灣 跟日本人簽了 這個偷翔蘇 然後第一個命令第一號 這個都是 他是美國 國防總司令 對不對 上面是國防部 但是他是上面決定 就像他 都魯門 後來 五六年 他派第七艦隊到台灣的海峽 不管國防部什麼認定 要不要派 是最後他來決定 他可以看所有的證據 他可以說不動 其實國防部沒有提出任何工具 要做什麼做什麼都魯門 可以打電話 來國防部 我要派三個 航空物件到哪裡到哪裡 馬上走啊 他來決定 他的判斷 國防部跟上 對不對 我們得看誰說服誰 但是他有最後的power 所以就像那個 台灣海峽 1950 6月25 的那個事情 後來你看 都魯門的解釋 和他的 顧問的解釋 你有沒有看到 一件事 他說的是 如果 台灣問題 純屬 中國的內部問題 我 百分之百 沒有立場 去派 美國的軍隊到台灣的海峽 他派 美國的軍隊到台灣的海峽 那是證明台灣不是中國的內部問題 那是百分之百的鐵證 對不對 那 往後 這個也是往後 對不對 往後 我們看美國的發展 也都是 美國處理台灣問題 也都是這樣的處理 很多煙霧蛋 很多人都說 美國已經同意怎麼樣 美國同意怎麼樣 前兩三年那個 這個國會部門 這個國會部門 也出了一個報告 他是不斷的寫 研究報告給國會議員 他談台灣問題就可惜 但我們看他所有的研究報告 他談台灣問題是1970還是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就完全不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問題的形成這樣 但是他所 在他所談的範圍裡面 反正他有寫到 美國從來沒有承認台灣屬於中國領土 他講的 在國會部門的那個 國會部門的報告 你在台灣 很多人會說 什麼什麼什麼 美國已經承認台灣 是中國領土 現在真的是誰是中國 這個說法是百分之百錯誤 這些刊物的那個論文也有這樣子提出來 美國一而再再而三 其他的都是 特別的人士 特別要說服你的人士 一直在講一直在講一直在講 那是他們要說服你的 那不是美國講的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問題是confused 是非常困擾 他頭腦很困擾 這個也是我們處理台灣問題很大的問題 就是像美國認知到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對不起認知到不是承認 一般人這裡就可以牽著鼻子走嘛 認知到不是承認 對不對 OK 我認知到什麼 你今天這個錢先生 他說那個女人是我太太 我認知到你說那個女人是你太太 是不是我承認那個女人是你太太 沒有啊 沒有啊 就像我這個問題 在我跟我太太在家庭生活的時候 他在說什麼 他說奇怪昨天兩個包子 在冰箱子們今天稍微玩起來 那兩個包子不見了 啊我就說 那我就回來去 那兩個包子不是我今天早上吃了 他就繼續做他的事後 兒子回來說 那你包子吃掉了 我沒有啊 奇怪 昨天門鎖了沒有 有沒有人床進來 光扣包子啊 到了中午他還在想 那個包子到哪裡去 欸早上你不是說你沒有吃包子 我說 我說今天早上我沒有吃包子 他說那你的意思是你沒有吃那個包子 我說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早上沒有吃那個包子 那你昨天吃 對啊我昨天吃 所以 你看你怎麼回答 啊別人聽 在台灣聽得很快 耳朵很快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每個人回答 他的那個回答 喔你要看 你要看 你要徹底的分析他的回答 認知到這個意思 不是 不是承認 所以 所以很多人被這個 那你在網路上我告訴你 所有的新聞 都是說 喔我可以看很多很多的英文的網站 他說美國已經承認了 台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要反駁他們真的很難 他們就是有這樣的idea 真的很頭痛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裡面 我們就是 他美國的那個網站 看美國對台灣那個網站 最後這個地方 我們就說 我們的知庫 已經有一個有關 你美國國院的一個 一個那個網站 有關台灣的網站 第六段 我們就在看台灣 美國國院 每個國家 每個地區 都有一個網頁來介紹 他的歷史 政治所有的東西 所以第六段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正式的 一個要求修改 這個按照你 網路上的那個格式 你要更改 網路資料 按照那個格式 我們已經有一個正式的 我們附上去 那美國是在給他們的時候 就把那個附上去 因為你從那個 介紹台灣的那個網頁 你白自白看不出 為什麼你說台灣 非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這樣對我們民政府 都有很大的害處 如果大家從這裡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什麼 沒有光復節嗎 沒有這個是完全不符合 國際法這個說法 日本在台灣有主權 一直到1952年4月28 日本放棄了 美國軍事政府有管轄權 你這個講清楚 台灣非主權獨立 大家都懂得 我們民政府業務很好推 你這樣繼續這個 他們就想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回到中國的管轄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太不清楚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push這個事情 我們一直在push這個事情 我們要跟他們溝通這個 他的資料很多人在看對不對 那我覺得他們寫這個網頁的 他們寫那個網頁的那個人 根本也不懂 因為一般 在台灣 林博士昨天在講 在台灣 你說周英山和平條約 有人有沒有選 就算有選 你是不是用戰爭法的角度去看 那太少了 太少了 所以這些人 是不是用戰爭法去看 周英山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所有的這個法 形成那個 蔡區那個寫那個網頁 你可以 你可以證明 百分之百沒有 他們 尤其這個是 一般在國院是平民的 他們是軍人 更何況不是選軍法的 不是選那個領域的 所以 他們要對台灣有精確的解釋 那真的是襲擊啊 但是我們一直在push 對不對 所以 林博士說 他們有成立什麼 最近幾個月有研究台灣小組 所以 我們把 甚至於前的資料 一直出來一直push 一直push 真的應該趕 所以我們不斷的push 所以 這個是回到 美國的 這也是回到 基本精神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怎麼證明 我們 我們 我們在怎麼樣才這個體系要可以用 那 還有一個情形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從美國歷史 或者美國憲法 我們看到 他怎麼樣處理 那個海外管轄地 既然他要按照美國憲法來處理 但是 到底怎麼樣去處理 那這個就回到美國西班牙戰爭 1898年7月17 美國已經 占領Guba 1898年7月17 西班牙軍隊在Guba投降 美國占領Guba 那 這邊 很快就 就平息 各方面的 的 反抗波動 我們什麼沒有沒有多少 所以 美國在當地賽看說 欸 這邊 隔壁有這個海地啊 是Dominica 在過去有個Forto Rico 感覺很臭耶 很臭 好像 我們這裡有多一些軍力出來 要不然 我們順便過去那邊 看一下 美國總統說 欸也可以 所以但是過去好像一天就把它打下來 一天就把它打下來 所以 所以它現在有 Guba 有Porto Rico 這些地方就在美國佔領 Porto Rico 它協議 協議投降 8月12號 OK 所以 隔了幾個禮拜 有人過去 噼里啪啦 打下來 很快 那 後來 就這個西班牙在戰爭的時候 有 美國又在這個太平洋區又進到菲律賓 也是西班牙 還有關島塞灘那一塊 關島 關島好像也是一天 關島是一天 菲律賓太大 關島它有一些小島還是反抗 但是主要的大島就是可能花了幾個禮拜這樣 因為它的地方比較大 這些打下來以後 後來到12月初 他們跟西班牙簽了一個和平朝約 然後 第二年 1988年4月11 就生效 那 Guba Guba跟台灣很像 我覺得很像 就是西班牙放棄沒有說給誰 他就放棄沒有說給誰 那Purto Rico就過給美國 所以後來有一些進口商 他本來在Purto Rico有做一些生意 那現在 就是美國海關也跟他有爭執說 現在 和平朝約生效 那Purto Rico就屬於美國的 所以你的稅我就這樣算 那個進口商不滿意 他說稅不應該這樣算 到底怎麼算 這個問題就跑出來 訴訟 一直到法院 然後最高法院 然後美國最高法院 他有判決 他有判決有關那個稅務的問題 所以變成Purto Rico那個時候 他判決也是出來非國內 非國外 然後他探討那個歷史 他說Purto Rico也好 一直有 像西班牙江府有抗稅活動 一直認為各方面的稅太重 那以我們美國稅的標準 如果下去 比他們表達的稅還要重幾倍 所以明明那些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很簡單嘛 不同歷史文化 這是一個跟我們本土 五十九不同的歷史文化 所以我們要有個不同的作法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接受了 列島系列案例 美國連續二十多年有二十幾個判例 就是要把那個海外列島區 曾經也被美國佔領總統 所以給他們不同 在憲法大體系裡面 他還是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基本是什麼 生命財產 自有正當法律程序 Life, liberty, property, due process of law OK,JSA是基本的 JSA是基本的 美國管轄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用 其他 這個海外地方 Puerto Rico 可以主張 美國憲法裡面 自動他有陪審團制度 No No Puerto Rico可以主張 美國有私人有槍支 我現在是美國海外領主 我可以有槍支 No 沒有 那不是基本的保障 那是因為美國過去 JSA 13舊什麼 特殊的歷史文化 本來是民兵嘛 你在家裡有你的槍嘛 大家 騎著馬 大喊 英軍來了 英軍來了 大家拿著槍跑出來 那是美國特殊歷史的關係 還有後來開座七部 就是整個 48週特殊歷史的關係 所以跟那個海外領主過了 所以這個後來形成 有這樣的不同 但是同樣的 他們不繳聯邦稅 他有自己的稅制 獨立關稅區 有沒有看到 台灣不是一樣 獨立關稅區 以前被占領的地方 獨立關稅區 我們處理台灣問題的 要了解 他在那個大體構裡面 那有的人問說 如果我有美國綠卡 我多少時間 好像是半年還是多久 我必須從今入境嘛 那 那 在我們研究的結果 台灣 也是在那個 台灣就算 我們地位完全被承認 也是在那個 綠卡區以外的 在綠卡區以外的 因為我們地位 比關島還要再下去 關島是正式 譬如說 一個 為合併領土 他是正式 一個為合併領土 他是 關島也是 關島的人今天是美國 美國公民 但是他的公民權 不是憲法的 是法條的 憲法是那個 州內的人 都是美國公民 按照憲法 但是 關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是美國國會 通過法律 給他們公民權 既然他有公民權 他還是不能在美國的 聯邦選舉投降 他的公民權 跟美國五十州的公民權 是不一樣的 他不能在 因為美國憲法有規定 只有州的人民 州的就是屬於州民 他也屬於美國公民 這種人 只有這種人 本地 就按照美國的國籍法 是屬於有這個國籍 只有這些人 在 居住在五十州內 他們才有 聯邦政府選舉的投票選 所以關島的人 不能投 歐巴馬總統 那個 普德里克也不能投 將來台灣 如果進入這樣的體系 也不能投 OK 所以這其實是 基本 美國精神 然後 運用到各方面 讓我稍微做一點 簡單的解釋 給大家參考 那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將到這裡 謝謝各位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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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還要休息再繼續 OK OK